生产老牌零嘴蝦味仙的芋绒食品公司 五种产品被查获 使用过期的原料来制作 而目前问题产品已经都全部停产 并且要在五月二十号之前 全面完成下架不得贩售 卫生局已经勒令暂时停止营业 大卖场或加上部分萧味仙的产品 已经全部下架清空 只留下原味及香辣两款继续贩售 因为生产萧味仙的芋绒食品公司 被检调及卫生单位查获 涉嫌将无水柠檬酸 柴鱼粉及红麴粉等过期的原料 制成四款萧味仙及发芽大豆养生粉产品 在贩售给消费者 就是没有办法从外观分辨 所以就是让我们会很没有保障 没办法预防就少买 高雄市卫生局下午会同事府 消保官到各大卖场了解下架回收的情形 消保官更来到育融食品与厂方 沟通协调民众退货处理方式 消保官表示由于被查获的使用 过期原料商品时间不同 将要求育融从换认定 老字号的食品公司不少人从小吃到大的零食爆出 使用过期原料让部分民众直呼 到底还有什么能吃 而食药署表示 所有违贵的产品应该在五月二十号 零食前完成下架不得贩售 后续依食安法开罚 记者综合报道